有一個有名的教授 今天傳一個LINE給我 他這樣講 台灣對國際應該宣布 緊急派出1到3個聯兵旅 支持烏克蘭 可能嗎 這下國際立刻 你們都不敢對不對 北約也不敢 美國也不敢 台灣派出1到3個聯兵旅 支持烏克蘭你就敢嗎 有沒有效果 沒有效果 哪有這個實力沒有 我們有幾個聯兵旅 我們的聯兵旅 跟海組成沒有多久 這個聯合作戰跟人家怎麼樣去 Match 這個嘴巴喊喊 爽是可以的 但是你真正能夠去做 不能去 你怎麼運 你要空運嗎 我們也沒有空運的裝備 你運輸具都不夠運 你說用船運 船要幾個月跑到那邊去 現在黑海也封了 你能到那邊嗎 不行 開玩笑 美國會什麼態度 如果我們說我們要去了 美國會不會說太好了 還是美國說不要 美國會這樣 當然叫你不要去 我的唯一的方式就是說 如果說有傭兵的 就是這種軍事顧問團 願意聘我們 覺得我們是可戰的 他們在招傭兵 譬如在非洲也招 在其他地方 敘利亞也招 在利比亞招 如果他們要招傭兵 我們願意 這個有可能 這是唯一的可能 他要去 真的是不是有一個 有一個 他怎麼去 他去到了沒有 他買了5萬塊的裝備 是不是 他去了沒有 不知道 他有訂那個申請書 有申請書有訂金 但是 不過他還有一些程序要完成 好